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贵华表示 上述三宗案件有共同情况 包括使用炸药及遥控装置 并于社交平台承认责任 警方搜查于必发街的三个单位时 在其中一个减货三个分别内含1.5千克炸药的涂质炸弹半成品 及三个未连接的爆炸装置 若连接后将有爆炸威力并可遥控 于另一个单位减货2.6吨化学物品 包括硝酸盐混合品 硫磺 霉粉等 此外 又减货6瓶通许水 60只电子火柴 相信上述单位是被用作储存一些制作炸弹的预制品 警方当天还发文指出 当社会各界同心抗议时 香港各区持续发生多宗以反对设立指定诊所为名 趁一作乱犯法为实的示威 企图为暴乱行为添财家伙 警方强调 对于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 警方定闭果断执法 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 警方表示 不断有人发起反对设立检疫中心 及指定诊所的邮行集会 有部分活动更从未根据法律通知警方 香港近日因为黎智英等人被捕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香港警方上月28日拘捕霍港头目黎智英 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及工党李卓人 相关案件已乱起诉 将于五月提堂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本月二日强调 警方对美宗案件都会切而不舍调查 强调 无论你影响力有多大 是否可以影响媒体 你犯法就是犯法 我有证据就要拉你 他又指 警方采取行动 一切是基于是否有人犯法 警方不会理会背景 有多少人帮你撑腰 不好意思 我有证据就会拉你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三日发文 指 检控黎智英是开了先例 反对派吐死胡悲 因此惊弱寒蝉 政府只要依法动起真格 这些人是窝囊的 他又引述长年支持反对派的 所谓时事评论员王岸然 今天在信报刊登的文章 最重要的发展 还看美帝除了口头关注之外 有否更多的支援黎智英的动作 终止逼中共撤回检控 若不 美帝不但失去港人的崇拜 也会令台湾人看在眼里 含在心里 这位大佬可靠吗? 梁振英表示 美国可靠不可靠 问问南越和中东的政客吧 报道称 黎智英涉嫌于2017年刑事恐吓记者 警方于2月28日采取上门拘捕行动 并即日落案 控告黎智英两项罪名 当中包括一项刑事恐吓罪 此外 黎智英于去年8月31日 与李卓人及杨森涉嫌参与未经批准游行 警方已分别上门拘捕李卓人及杨森 并实施落案 控告三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 这个消息一出 整个爱国阵营当然为之惊喜而雀跃 正义或会迟到 但永不缺席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毕竟香港苦离久矣 不过 凡事遇则利不遇则废 毕竟现在的拘捕行动仅仅是一个开始 距离真的绳之于法和以经效尤还远着呢 未来 此案的发展至少有三种可能性 一是罪诚而行众 二是罪诚而行轻 三是罪名不成立 无罪释放 准确来说 警方和检控不是只起诉 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这一个罪名 对离世还检控一宗2017年进行的刑事恐吓罪 先说第一种可能性 罪诚而行众 这个机会不高 尤其是量行众的机会不高 这可以从过去同类罪行 所判的罪行得出预判 例如2014年的YIP波勒门案 其中一条罪诚判刑的罪名便是参与未经批准集会 结果是判监禁四个星期但缓刑12个月 真正需要担心的反而是第二和第三种情况 罪诚但轻判甚至无罪释放 这两种从法律上当然性质完全不同 但在政治后果和冲击方面却并无根本区别 首先这个给予反对阵营以极大的鼓励 从去年6月反逃犯条例事件爆发以来 几乎没有一个涉嫌违法者被定罪 或量以据阻贺力的刑法 在香港犯法变成没有成本没有风险的事 难怪至今暴力极端行动仍然存在 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有所收敛 不仅暴力极端行为 同时也包括那些打着合理非招牌 实际上也在打法律擦边球的所谓集会示威活动 一来屡次未获警方批准而照样组织行动 二来那些暴力极端行动又往往尾随集会其后 文攻武嚇 相互配合之举皆可目睹 黎智英等人被捕 也给黄之锋等人一个警告 中新网3月5日电 2019年8月 港独组织香港种植秘书长黄之锋被捕 被控杀货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三罪 当日法院提堂 其担保条件包括不准离港 黄之锋其后因与离港服务演说 多次向裁判法院及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复合 均被拒绝 法庭今日颁布判词澄清原因 强调从不认为黄之锋有外游的必要 黄之锋早前申请担保复合时指 需履行与出版社定下的商业合约 赴英国出席新书发布会及进行演讲 法官在判词中明言 根据合约条文 黄之锋只是可能要到英国 而非必须到英国 另外黄之锋与出版社的合约 于2019年10月23日才签订 而黄之锋早于8月30日已被起诉 并有担保在身 故不应期望其担保复合批准 若他因而面临任何违约风险 纯属他自讨苦吃 一向是西方传媒宠儿的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最近出场弃子滋味 美国时代杂志早前撰文批评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香港抗争运动丑陋的一面 部分人要求完全关闭内地与香港口岸 是出于对国家的抗拒 黄之锋立即对号入座 在社交媒体发文表达不满 还呼吁支持者 炮轰与关作者的推特 但小汉间勾结外力之心不死 日前 他在推 所谓国际战线 呼吁网友连署要求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制裁香港警察 不过 黄之锋这次就闹出国际笑话 因为海牙法庭是主权国家政府间的 民事司法裁判机构 而海牙也根本没有所谓连署机制 3月5日 香港黄媒读国日报立场新闻 纷纷发文炒作NGO组织自由之家 当日公布了2020年 全球自由度调查报告 称 香港的自由度今年跌至55分 创历史新低 被列为局部自由 于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中 排第117名 而该报告的标题 更是让人惊悚 无大台的民主抗争 封面选取的 正是香港黑暴徒撑散 与警方水炮车对峙的画面 美国NGO组织政治双标 玩得如此之溜 真的让人叹为观止了 众所周知 去年底 我国已经开始对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 人权观察 自由之家等 在香港修理风波中 表现恶劣的部分 西方NGO组织实施制裁 但随着制裁的展开 美西方反华势力控制的 NGO组织 也很快调整了活动策略 展现出了一些新变化 新趋势 今天有就给大家巴巴 两个粉丝叫声的NGO组织 看看他们如何将这种新变化 新趋势 演绎得淋漓尽致 以资金控制海外化 去年 香港警方出手打击新火基金 冻结了七千万港币的资金 对乱港势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为了逃避特区政府打击 有些NGO组织开始将资金 人员撤出香港 通过在海外建立据点 去辐射香港 就拿新成立的NGO组织 黄色蒲公英基金为例 该基金会 从公司地址到捐款账户 全都设在美国 只不过负责运营的是香港人 玩了一手出口转内销 基金会从公司地址 到捐款账户都选择了美国 这意味着 一旦有意外状况发生 特区政府既不能跨国抓人 也不能冻结银行账户 可谓用心良苦 二 洗脑方式隐蔽化 此前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 西方NGO组织 会经常举办一些 所谓的培训课 给香港青年洗脑 鼓劝他们 积极对县政府的不满 对所谓西方 自由 民主和人权制度的渴望 以及如何在街头实施抗争 如果说 这类培训 起初是为了 激起香港青年 内心对现实的不满 对政府的愤怒 教会他们 走上街头的抗争手段 那么现在 某些NGO组织 则开始从青年内心着手 教他们 如何将愤怒 转化为内在力量 建立起反中乱港的持久信仰 为未来的抗争做铺垫 如 香港非暴力沟通组织 就与612人道支援基金合作 实施创伤同学会等项目 通过线上线下课程 以治疗内心创伤为由 对香港青年进行深度洗脑 三思想渗透家庭化 除了加强对香港青年人的洗脑力度 创伤同学会还通过所谓的火场分析逃生术 跨越政治鸿沟的沟通心法与技巧 试图将抗争的思想通过青年渗透到他们所在的家庭 以争取最大数量的支持者 如火场分析逃生术 就是专门针对家庭内部证监部统一 或者家长阻止青年人走上街头暴力 而特意设立的课程 再如 跨越政治鸿沟的沟通心法与技巧 其实就是 就要青年人当自己支持抗争 父母却支持特区政府时 在家中应该如何交流 才能保住初心 甚至影响父母的观点 使其认同抗争的理念 我们相信时间是最好的照妖境 无论这些NGO组织伪装得多么巧妙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迟早会现出原形 另外 奉劝那些被洗脑被利用 而去乱港回家的青年们 赶紧悬崖勒马吧 生命苦短 你们还要挥霍到几时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